说人情冷暖,素世间百态 他们便风雨无阻地 每周六早上带着婆婆回老家待两天 前夜是怕婆婆一直在城里待着 会想家,会不习惯 下了车刚到门口,还没进家门 就听到有人在那叽叽喳喳说话 那嗓门,大的就跟吵架一样 不用猜也知道 那是嫂子王美兰又在数落大哥了 看到我们回来,王美兰立即闭了嘴 喜笑颜开,跑到我们跟前 谄媚的一口一个妈叫着 把我们淋到了屋里 还没等我们屁股作热 王美兰就急急地说 妈这次回来,你别去了啊 你有两个儿子,不能光给老二家看孩子吧 我还是得去找个工作 你也帮衬我下呀 又是那套说辞 一点新鲜的借口都没有 秦燕刚要开口说话 婆婆抢先一步,生气地说 秦燕每个月不是给你们两千块吗 我帮他们带孩子 他们反而还需要给你钱 天下哪有这样的事 给你两千,你还不买账 你家孩子都多大了 还用着找我去接送 在家也没见你接过几次 王美兰家两个孩子 大的今年十五岁 平常住校周六日才回来 老二今年也十岁了 学校也离得不远 基本上不需要接送 而秦燕家孩子大的六岁 小的呀不到一岁 正需要人照顾 秦燕心里明白 这是王美兰又想出幺蛾子了 王美兰在这个家里懒散惯了 什么事都想指望着婆婆 平常孩子不管家务也不做 一直让婆婆给带孩子 有时间就晃动着自己那肥瘦的身躯 东家西家的闲逛 两个孩子长这么大 几乎一日三餐都是婆婆家吃的 而她自己呢 也经常去婆婆那蹭饭 刚开始看着村里的媳妇 都去服装厂里干活 没几个仙人 王美兰一时眼热 也去了服装厂 只是没干几天 她便叫苦连天的回来家 从此她再也没有出去工作过 王美兰不光好吃懒做 还蛮横不讲理 爱占便宜 爱红颜 秦燕结婚那会儿 彩礼需要三万多 被王美兰追到了一阵脚合 她结婚 早就给婆嫁了几千块钱 十年过去了 彩礼价格自然涨去了 可王美兰却不认这个理 她堵在婆婆家门口 让婆婆给补差价 哭天喊地地说 老陈家欺负人 两个孩子不能一碗水端平 内战事 不给她钱 她事不罢休 婆婆为了稀释宁人 便拿出三万块钱给了王美兰 秦燕是个通情理的人 也懒得跟王美兰计较 跟这种人讲不了理 她总不能还没进门 就把关系闹僵吧 秦燕越明示礼 那王美兰事就越多 只要他们回老家 王美兰便像房贼一样防着他们 啥也不干 天天蹲在婆婆家 直到把他们送走 王美兰是怕婆婆 背着她给秦燕加东西 她那小心思 全家人都知道 只是没人想跟她计较 而她乐在其中 不知收敛 大家都让着她 她反而变本加厉 小的婆婆给秦燕加一桶油 王美兰也得要一桶 秦燕有老大那会儿 想让婆婆帮忙给代 婆婆倒是想来 王美兰死活不让 说她两个孩子还忙不过来呢 让秦燕自己想办法 秦燕懒得跟她理论 也不想跟她闹僵 便把自己妈请来帮忙带着 老二出生后 王美兰还是各种借口 就是不让婆婆来 刚开始 秦燕妈妈帮忙带了几个月 后来她身体不舒服 就不能带了 秦燕只能回家做婆婆的工作 婆婆心疼而起而习 想着帮忙带 可王美兰又跳出来各种闹腾 她哭天抢地 不让婆婆去 还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抱怨说 妈呀 弟弟家条件好 完全可以请保姆 而我们不行啊 凭你大儿子那点工资 我们全家不得和西北风去呀 我得出去工作 你得帮我照看家里呀 秦燕自己开了个诊所 收入还不错 也想过请保姆 可对保姆总有点不放心 她想让婆婆来 还能方便照料 也好过让婆婆 在王美兰眼皮子底下受气 而王美兰看秦燕过得舒坦 心里嫉妒得很 所以她就像搅屎棍 就是不让婆婆去帮秦燕 同是老陈家的媳妇 凭啥秦燕就能过得那么舒坦 自私懒惰的她 从来不会想着 人家秦燕是靠自己的能力赚钱 凭自己的本事 才能过得舒坦 人要是得了红眼病 哪看得见别人的辛苦 只盯着人家的享受了 看王美兰那样 秦燕心里真是又气又觉得好笑 这演技也没水了 眼泪说来就来 秦燕也明白王美兰的心思 见不得她过得舒坦 意外占便宜 她想了一下便对王美兰说 嫂子 你看这样吧 让妈去帮我带孩子 我一个月给你两千块钱怎么样 王美兰一听到钱 两眼放光 她惊讶地问秦燕 真假的 你真愿意每月给我钱啊 那先给我两千看看 秦燕不顾全家人的反对 直接拿出了两千块给了王美兰 她忙得很 可没空跟王美兰计较 只要让婆婆安心帮忙带孩子 其他什么都好说 不过秦燕知道王美兰的为人 以防外衣 她还弄了个协议 让王美兰签字画押 免得她抵赖 日后再生事端 这刚消停了没几个月 王美兰又跳出来作妖 全家人也都清楚 王美兰这是看秦燕诊所 生意红火赚钱多 又想着都要劲钱了 秦燕看着王美兰贪婪不知足 心里也很是气愤 她本想着用钱堵住她的嘴 没想到两千块她都不满足 她秦燕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凭啥要都给王美兰 婆婆是两个人的婆婆 凭啥王美兰要霸占着不放 好像自己的私人财产一样 王美兰又在那叽叽歪歪 要婆婆留下来的理由 秦燕按耐住心里的愤怒 心情气和的跟王美兰说 嫂子 你看你不能这么不讲理吧 咱妈做给你看多少年了啊 不能老给你看吧 你也说了 咱妈得一碗水端平 给你们看了15年 这次也轮到我们了吧 王美兰看着一项温柔的秦燕 今天竟然跟她争论起来了 愣了一下 毕竟是无赖惯了 她怕过谁 便继续不讲理的说 那不能比呀 那双叶就没嫁过来 你管那么多 反正现在给你们看 就得给我看 一家一个月了 王美兰觉得秦燕肯定不会让婆婆 在家待一个月 她的孩子还需要人带呢 这也是她自认为能拿捏住秦燕的砝码 你秦燕为了孩子还不会委屈求全 再说最坏不过还是给两千 不争取 怎么知道自己能否多赚点 王美兰心里的算盘打得很响 当时秦燕说 等孩子上了幼儿园 就不让婆婆给带了 谁再给她钱呢 现在她不多要点 以后可没机会了 秦燕看着王美兰那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可恶嘴脸 也知道没有谈下去的必要了 她再心里盘塞了一下 便不急不慢地回答 好的嫂子 就让咱妈在家吧 帮你接送孩子 王美兰没想到秦燕会答应那么快 她还没机会说出自己的条件呀 她不是真想留住婆婆的 她只是想多要点钱呢 孩子那么大了 还用婆婆干嘛呢 这婆婆要是留下了 秦燕连两千块都不给她了 这可怎么办呢 好不容易宽育了几个月 不上班就能拿到钱 这样的好事要是没了 那她的日子又灰到以前了 王美兰呢 气势上先软了下来 刚想要说几句话 秦燕根本就不给她说话的机会 她从包里拿出一份协议 递给她接着说 嫂子 当初咱们可是说好的啊 妈给我看孩子 我每月给你两千块 作为你不能工作的补偿是吧 王美兰不明白秦燕想干什么 但也只好点头 这事她记得 只是当时光看钱了 没雇上其他 秦燕继续说 但是咱们还有一条 同理 如果咱妈给你带孩子 你也要给我两千块钱是吧 白纸黑字 自己也签字画压 不好反驳 王美兰 王美兰只是点头 她当初可不是这么预想的 秦燕怎么会让婆婆 回来给她看孩子呢 她孩子小 离不开人 秦燕说 既然你也知道协议内容 那婆婆就留在家里吧 以后就劳烦嗓子 每月也给我两千块钱 王美兰想抵赖 想反悔 秦燕连反驳的机会都不给 王美兰不甘心 拦着秦燕 一脸羡慕讨好的说 别呀 弟妹 咱们再商量商量 要不 你再让妈回去吧 毕竟你家小孩子 小嘛 需要人看 我 再想其他办法 笑着你就没人看 多可怜呢 而这次 秦燕好像吃了 秤妥铁了心事的拒绝 不行 嫂子 我也不想让你为难 出去工作是好事 我们都支持你 这位孩子 我们再想办法吧 见秦燕不为所动 王美兰心里那个悔恨啊 唉 为了多探点钱 现在咱们仇还要搭上钱 这是王美兰绝不允许的 事情怎么脱离了 她预想的轨道呢 王美兰想不通 但她可不是容易低头的人 便无理 争三分 继续的去耍赖 可我 不给钱啊 我没钱给 秦燕又晾了晾手里的协议 不客气的说 嫂子 我手里可有协议啊 你我都签字画押了 我可还公正了啊 你看这张 不给我 我可去告你去啊 王美兰没想到 一想和爱 这个好说话的秦燕 竟然摆她一道 头疾不成十八米 她不过是想多捞点钱 哪想到秦燕较真起来 比她还厉害 王美兰给婆婆 和自己的男人识眼色 想着他们帮忙说几句话 结果他们谁也不搭理她 王美兰心里正盘算着 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秦燕继续说 对了 嫂子 我们刚才带咱妈去医院 检查了身体 咱妈的高血压需要注意啊 还有关心病 医生说需要静养 不能太劳累 也不能气着呱躁着 你和大哥就费心了 说的 他从包里拿出了一些药 接着说 这个药必须要按时服用 对了 这些药啊 咱们这里可能没有 你们到时候去县城里 给拿点啊 王美兰听完 心里更不舒服 她只是想多捞点钱 反而惹出这些麻烦事 体理那个悔啊 她可不会刺走人 还多个病号 这日子怎么过 本来每次回来 秦燕为了等着婆婆 会在家里住一晚 这次吃了中午饭 她就起车 喊着老公和孩子们回家 王玉兰见识 一把抓住秦燕 好声好气的说 弟妹啊 你看你们家孩子小 我想想 还是让咱妈回去 给你们带孩子吧 我不去工作了 你说的对 咱妈也给我看了那么多年了 我也不能太自私 都说我不对 我看着你们都赚钱 自己吃闲饭 心里着急啊 也想赚钱啊 秦燕看着王美兰的表情 忍住没笑出来 故作同情的说 嫂子 我理解你啊 所以让妈留下 支持你去工作 王美兰直接摇头 叽叽的说 不去了 不去了 我死人多了 赶那会儿也累 故作为难的说 嫂子 那好吧 你都这样了 我也不好再推辞 不过嫂子 你可不能再反悔啊 王美兰 哪还想着反悔 只是厚脸皮的问了句 那钱还给我吧 回家的路上 秦燕老公不停的夸赞秦燕 这一事处理的漂亮 只打听事情的始末 秦燕跟婆婆相视一笑 便娓娓道来 前几天 王美兰给婆婆打电话 就想着让婆婆回来 婆婆跟她吵了几句 这事正好被秦燕听见 嫁给老陈家那么多年 秦燕很了解王美兰的为人 视力 自私 瞒不讲理 跟她讲道理 那简直比登天还难 当时她想着让婆婆来带孩子 也是想着婆婆身体不是很好 在老家可能治疗不及时 留在身边的话 方便照应 至于 愿意给嫂子钱 那也是看在大哥的份上 秦燕老公跟她说过 大哥上学那会儿明明成绩好 却把机会让给了她 自己外出打工供她读书 秦燕打心眼里感激大哥 只是嫂子不讨人喜欢 现在条件好了 她就想着帮衬一下大哥他们 而大哥死活不接受 她这么做也是为了帮衬大哥 王美兰自私乐得接受 大哥也不好拒绝 秦燕老公听着她说的这些话 心里暖暖的直感慨 有机如此夫妇何求啊 这时婆婆也附和着 是啊 你小子有福气啊 找这么好的一个媳妇 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回家了 生活就是这样啊 平淡却温馨 有时候吵吵闹闹 也是一家人 秦燕不惜嫂子 但是毕竟是一家人 也不好跟她太计较 家和才能外失心 有些事太计较 反而会让心情陷入危机 不过一味的忍让 只会让对方变本加厉的索取 所以有时候也需要耍点小心机才能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